哈囉大家好我是浩瑋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個股 今天的個股存股觀察是5425的台半 在這支影片裡面我會從個股的現況 好股票符合條件以及合理價格 估算跟驗證的部分來跟大家做個說明 還沒有訂閱的人記得幫我按一下這邊訂閱一下 謝謝啦 在開始之前先來分享一下 本週所要推出的財報整理檔案 這次要分享的是113檔會員關注的個股 這些個股是由會員最近投票所選出來的 那在這份檔案裡面包含這113檔 近8年、近8季的財報資料 另外還有近4年的月營收 以及合理價格估算的表格 在了解公司的經營狀況之後 可以自行填入ROE跟本益比 就可以計算出股災價跟合理價格 這份檔案主要的指標個股有像是 大成、維新、萬宏、偽創、大統議、台積電、 新復發、中飛行、聯電、華碩、長榮、寶城、 人保、漢堂、玉民、遠雄等等 共有113檔 取得這份檔案的方法很簡單 如果你是頻道會員的話 可以直接到會員的專屬社群裡面去下載 是免費的 非會員的朋友也可以利用 線上平台小額付費來進行下載 之後每週也都會持續推出 不同類股的財報整理資料 如果你對財報學習或者是計算合理價格有興趣的話 歡迎加入頻道會員喔 謝謝啦 各股現況 公司名稱是台灣半導體 股票代號5425 股本是26.5億 上櫃已經21年了 近一年現金配息是1.5塊 現金值利率六花是1.8% 連配現金年數已經有12年 近一年配息率是65.5 8年平均的話是75% 近一年ROE是12.95 8年平均的話是15.4% 專注本業則是95% 台辦是一間功率半導體大廠 目前在台灣以及大陸各有一座金圓廠 及一座封裝廠 目前營收的來源主要有兩個 分別是條碼印表機以及整流器 其中條碼印表機的54.7% 是由分割出去的子公司鼎漢所貢獻的 這也為台辦提供一個相當穩定的獲利來源 而整流器在中段的應用就相當廣泛了 以使用來區分的話 電源管理佔了30%到35% 車用是佔了25% 工業控制是佔了10%到15% 照明也是佔了10%到15% 消費性電子以及其他共佔了大概15%左右 月營收的話 從圖中可以觀察到 台辦近4年的營收狀況 看得出來是穩定的在成長 雖然去年上半年有受到一點疫情的影響 前兩季的EPS加起來是0.87塊 比起前年同期的1.17要減少了0.3塊 而到了去年的下半年 因為電動車的題材開始發酵 營收也開始跟著回溫 下半年的EPS就有到1.42塊 等於是把上半年落後的給追回來 直到最近幾個月 車用電子的需求仍然持續增加 而好表現也呈現在股價上 前幾天也出現歷史的高價105塊 營收比較 台辦在去年的營收比起前年 要減少了1%左右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子公司鼎漢 去年因為疫情的影響 客戶端的需求明顯減少 前三季的營收跟前年同期比較起來 就減少了6%左右 不過最近這兩季因為網購 運輸等大量的需求浮現 也帶動了條碼印表機的出貨 今年第一季的營收達到15.25億 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18% 在二集體整流器的部分 台辦近幾年的重心 主要是放在車用以及工業控制上面 尤其是在2019年與聯電共同合作開發的MOSFET MOSFET全名是金屬氧化物半導體長效電晶體 簡稱就是金氧半長效電晶體 你可以簡單把它想像成一個開關 或是一個閘門的感覺 這個元件主要的功能就是用來控制電子的流動 MOSFET可以分成N-Channel跟P-Channel 而台辦主要是以N-Channel為主 因為N-Channel擁有比較低的導通電阻 以及比較小的尺寸 另外還有一些優點 像是雜急驅動的功率比較小 切換的速度快、堅固、容易使用以及維修等等 在實際應用的領域更是廣泛 像是電腦、手機、行動電源、工業控制、車用電子 以及電源控制管理等等 用途相當大 近幾年台辦的重心主要也是放在汽車產業 這邊可以看到MOSFET在車用市場的馬達應用 包含了雨刷控制、電子動力轉向系統、車窗升降馬達控制器 以及離合器傳輸控制等等 都需要用到 尤其是過去的燃油車 只需要在啟動、停止、還有安全性上 用到功率半導體 整體的比重約只有20%左右 到了油電車 比重提升到40% 至於目前成長快速的電動車 比重更是提升到55% 因為車內的電子動力模組 會需要用到更多的電力控制以及設備 自然的就需要用到數量更多的MOSFET等功率半導體 以目前全球市場電動車的滲透率不到5%來看 未來還有相當大的成長空間 而除了在車用之外 另外在行動裝置、工業控制等 也有持續成長的空間 相信在市場的成長性部分 也是很值得去期待的 好股票挑選條件 我們會從配息、毛利跟ROE的部分 來跟大家做個說明 配息是否穩定 近8年的平均配息率是75% 看起來還不錯 但是你可以發現 近2年的配息率只有65%左右 主要是因為2019年 車市的狀況不佳 另外2020年則是受到疫情的影響 車用的訂單大幅減少 指公司頂漢的條碼印表機 以及耗材的銷售 也在2020年的前兩季受到衝擊 公司也多保留了一些英語下來 作為因應 不過今年第一季的表現開始回溫 EPS來到0.70塊 比起去年跟2019年的同期都還要好 加上今年以來 車市逐漸復甦 從近幾個月的營收成長動能明顯 就可以看得出來 今年台辦的EPS回到3塊錢以上 應該問題不大 營業毛利狀況 因為台辦的獲利來源 一半以上是來自子公司的頂漢 所以我們就把3611的頂漢 一起列進來看一下 從資料中可以發現 不管是母公司的台辦 還是子公司的頂漢 這8年來的營收都是成長的 頂漢更是成長了170% 主要是因為頂漢的條馬印表及產品 在市場上的風評算是相當不錯 甚至比一線大廠的CP值都還要高 也讓營收從原本的21億增加到56.8億 不過在成長的背後 還是要付出一點代價 從這邊可以看到整體的營業費用 從原本的3.8億成長到去年的11.06億 增加的幅度高達188% 而這些費用 主要是來自推銷管理以及研發費 不過雖然產品的品質不錯 但是因為條馬機的進入門檻並不高 所以相對的競爭者也多 從近8年的毛利率就可以看得出來 衰退了兩成左右 所以才會看到公司 需要把更多的錢 投入到行銷管理以及研發的費用上面 毛利減少再加上費用增加 可以看到淨利在這8年來是成長了60.7% 感覺也是蠻不錯的 但是在股東權益的部分 則是成長了155% 明顯的贏過淨利許多 所以你看到2013年的時候 ROE還有35.76% 但是到了去年2020年 只剩下21.3% 所以看得出來 淨利的成長性還是比較不足的 這個也會連帶影響到母公司台辦的收入 而台辦的話 這8年來的營收是成長了46.7% 其中毛利率成長了4.3% 淨利是成長了49% 不過跟鼎漢一樣 台辦在這8年來的營業費用 也大幅的成長80.7% 這也讓營業利益率 從原本的14.33% 掉到12.14% 掉的幅度也有15.3% 不過從表中你也可以發現 從2014年到2018年 這5年當中 台辦的營業利益率都有高達17到18%左右 即使費用有比較大幅度的上升 但是毛利率也跟著上升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營業利益率 維持的還算是相當不錯 但是近兩年的話 你看它的毛利率掉到32% 30% 同時營業費用還從18億增加到20億左右 這樣一來一往之間 就讓ROE掉到12到13% 而且淨利也連續三年的衰退 從12.6億衰退到去年的9.9億 這樣看起來好像很糟糕 但這是因為剛剛前面所提到的 前幾年因為測試狀況不好 再加上去年2020年疫情的影響 讓台辦以及子公司的頂漢 表現就相對比較不好 這邊可以看到在去年的前兩季 不管是台辦或者是頂漢 毛利率都創下近期的新低 不過在近幾季的狀況 就比較明顯的改善了 從剛剛所談的資料來看 不難發現這兩間公司 是比較容易受到大環境的影響 因此股價的波動也相對會比較大 這一點我想也是投資人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熬益是否穩定? 台辦在這8年來 股本膨脹的不多 只有3%左右 股東權益是增加了34% 而淨利是成長了49% 看得出來淨利有跟得上股東權益的增加 但是從上面可以發現 熬益已經連續三年的下降 從原本的18.5%降到去年的12.95% 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毛利率 2017年熬益有18.5%的時候 毛利率是36.8% 而去年毛利率是掉到30.5% 第二個也是剛剛有提到的費用的問題 2017年的時候營業費用是16.9億 到了2020年增加到19.1億 增加了2億多 2億聽起來好像不多 但是你看它的淨利也不過10億上下 所以這個2億的佔比事實上是很多的 所以說雖然你從營收來看 近幾年來營收不斷的在成長 但是相對的你從淨利來看 這幾年是一直在下降的 從12.6億一路的往下走 所以反應到ROE上面也是一樣 12.95%也算是近7年來的新低 再來看一下季表 第一季的營收跟去年同期比較起來 是成長了20.9% 跟去年第四季相比的話 是小幅衰退了2.5% 來顧一下預期的ROE 從近幾季的表現還有近幾個月的月營收 都有大幅度的成長 可以看得出來 今年的營運狀況應該可以回到正軌 近四季的ROE加起來是14.45% 所以這邊預期的ROE是抓17% 我覺得比較合理一點 不過這個數字 會再依照每個月的營收 還有每個季的季報 會再去做調整 合理價格驗證與計算 我們先從2020年的股災來做個驗證好了 在當時因為2019年的年報還沒出來 我們手邊有的資料就是2018年的年報 跟2019年第三季的季報 我們就用當時現有的資料來去做個預估 先來顧一下ROE的部分 近四季的ROE加起來是14.98% 不過這邊可以發現 2018年第四季的ROE4.74% 是相對比較高的 查了一下發現 2018年第四季的毛利率高達38.19% 而接下來三個季度的毛利率 分別都只有31% 32% 33%左右 明顯跟2018年第四季是有落差的 所以近四季的ROE 就必須要做一點下修 再來還有一二月的營收都是小幅衰退的 二月的營收衰退的比較多一些 所以這樣子估算下來 我覺得ROE抓13%左右 是比較合理的 禁止的話 2019年第三季的禁止是22.78% 我們把22.78%放進來 這樣子計算出來的預估EPS是2.96塊 2.96塊再去乘以當年度低的本益比 是10.75倍 這樣子計算出來的股災價格是31.8塊 而去年股災最低是跌到25.3 雖然說差距好像超過10%的誤差範圍 但是不難發現 以當時的狀況去評估的話 你可以了解說相對的低點 大概就是落在30塊到35塊之間 從線圖上你也可以看到 公司從55.5開始下跌 跌到25.3塊 整段的跌幅高達54% 而用這個方式的主要目的 就是用公司的賺錢能力 來去找到相對的低點 因為從55塊開始跌 如果你不知道公司價值的人 也許跌到40到45塊就覺得很便宜 但實際上相對的低點 卻是落在30到35塊 這中間的落差是比較大的 而且有一定的數據做支撐 對於持股信心上也會有很大的幫助 再來另外一次驗證是發生在2018年的時候 這次的驗證 我們就直接把當年度的資料給套進來 看看準不準確 2018年的ROE是17.57% 我們把17.57放進來 靜止的話 股災的低點是發生在2018年第四季 讓我們把2018年第四季的靜止 24.41給放進來 這樣子計算出來的 預估EPS是4.29 4.29再去乘以當年度低的本益比10.33倍 這樣計算出來的股災價格是44.3塊 而當年度股災跌到最低的價格是38.7塊 這樣子就可以看得出來 以公司當時的賺錢能力 相對的低點大概就是落在45塊上下 這邊還是要說明一下 準不準確其實並不是最重要的 計算這個股災價 只是要讓投資人知道相對的低點會落在哪邊 讓進場比較有一個依據 同時也可以增加一定的持股信心 我想這個才是估價最主要的目的 目前的合理價格計算 我們先從股災價開始 剛剛前面有提到嘛 ROE我們預估的是17%左右 再來本益比我是取11倍 我覺得比較合理 這樣子計算出來的股災價格是50.5塊 目前合理價的部分 ROE一樣是17% 本益比提升到14倍 這樣子計算出來的合理價格是64.2塊 以上資料給大家做個參考 如果你對財報學習或計算合理價格有興趣的話 歡迎加入頻道會員 之後我會把這份台辦的財報檔案 上傳到會員的社群裡面給大家下載 還有包含剛剛前面所提到的 113檔會員關注的個股 也一併給大家下載並做為研究使用 希望對於大家在學習上會有一點幫助 好 如果你還想了解其他個股的話 記得在影片下方留言 還沒有訂閱的人 記得幫我按一下這邊 訂閱一下喔 今天的影片都先到這邊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